今天首先我們來關心的是 G20 國集團領送峰會 在印尼正式登場 印尼總統左柯威是強調 必須要終止俄乌戰爭 世界才可以向前邁進 同時也呼籲世界 不能再進入到另外一場冷戰 至於歐盟也呼籲各國 要向俄羅斯來施壓 終結戰爭 而除此之外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今天 是和法國總統馬克宏 進行的雙邊會談 俄乌戰爭同樣成為焦點 這次巴黎島G20峰會的東島主 印尼總統左柯威 15號一一歡迎委會的各國領袖 剛主持完東協峰會的 柬埔寨總理洪森 篩檢確診新冠病毒 以提前返國 左柯威在開幕致死時 敦促20國峰會領導人 必須極力促使 打了近9個月的 烏克蘭戰爭停火 而世界也不需要再陷入 另一場冷戰對峙的局面 二十國集團的成員國 涵蓋了全球80%的經濟活動 與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口 這次峰會雖然共同目標 是因應全球物價能源價格上漲 但面對烏克蘭戰爭危機 從是否邀請俄國總統 普丁出席 到針對俄國的制裁 各國態度不一 外界也預期 這次峰會要發表 聯合聲明的可能性並不高 而同樣與會的 歐盟理事會主席米歇爾 也再次呼籲 必須向俄國施壓 至於烏克蘭總統 泽倫斯基 甚至把G20峰會 說成G19 明顯刻意要把俄國 排除在外 據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15號則是跟法國總統馬克宏 舉行雙邊會談 馬克宏會談時 呼籲習近平向俄國施壓 讓俄國回到談判桌 結束戰爭 習近平則表示 中方對烏克蘭危機 也主張停火與和談 而馬西兩人也承諾 持續推動中法關係 穩定發展 共同新聞 今天請編譯